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演員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情況 都是一些情緒的問題 但是比起一般的焦慮、憂鬱等情況更加嚴重 我們還想說到歇斯底里的情形 因為之前有時介紹的蓮劑 我們也可以幫助一些妖幻 有些焦慮等 但是去到歇斯底里 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其實歇斯底里未必一定是嚴重 為什麼叫做歇斯底里? 是的 其實歇斯底里是精神上的問題 其實病人表現出來的問題、症狀、不安 是無法解釋的 不應該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且是很極端性的 通常是歇斯底里的行為 當然這會引起焦慮、抑鬱、擔心 和精神上的不平衡 通常歇斯底里是顯示一些 對外面的環境特別敏感 很可能看到人的情緒 就突然之間由大笑變成大哭 反反覆覆 或者臉就動到臉都紅了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極端的反應 通常歇斯底里是出現一些女性 十四到二十歲之間的年輕女性 通常病人是極端不安 不斷地動動,不停不下來 或者病人會突然感覺到 胃部好像有一個氣球 或一塊硬物頂著 升上喉嚨 英文我們稱為Gropus Hystericus 即是一種液球感 即是一種波在胃部走到喉嚨 另一種感覺是釘的腦感 即是有些地方突然很痛 有些地方好像有人用釘刺刺 其實你沒有東西刺 但那種感覺好像有釘刺刺 有些人突然抽痛 抽痛痛到暈倒在那裡 這些我叫做一種歇斯底里的行為 歇斯底里的現象 在醫療方面、同胞療法律方面 我們也有很多療劑 很有趣的 有些療劑是專門處理這方面的情況 第一個療劑跟大家介紹 就是Ignatia Amara 是一個女送斗 通常Ignatia的女送斗的人 通常對外界印象特別敏感 病人有時候又哭笑 提笑皆非 有些人又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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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怎樣 可能小小的情緒 便會反映到極端的行為 也可能出現身體 有一個氣球或波頂著喉嚨 或者在胃部 或者有一個釘插在頭頂 這些不能解釋的感受 我叫歇斯底里 好 Ignatia的女送斗 也會出現的症狀 就是她頭痛 但她頭痛的時候 她大量的稀釀 稀釋的尿便會舒緩她頭痛 或者喝少許水的時候 突然之間喉嚨會封喉 會導致手抽筋 手指捲起來 面部發指發藍 通常會導致這些歇斯底里的症狀 通常都是因為悲哀 或者失戀 或者不開心 或者驚恐 所以Ignatia通常會怎樣去思考 她的症狀是很不尋常 很古怪 我們稱為Paradoxical 為何會這樣相反 譬如她頭痛 她頭痛 她發現如果頭向前彎低便會舒服 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頭痛 你的頭靠低便會更加痛 是 Ignatia這種人的頭痛 她反而是很古怪 她覺得靠低頭向下彎便會更加舒服 或者牙痛 牙痛如何舒服 吃東西便會不痛 又是一個很古怪 我稱為Paradoxical 是很不尋常 是相反的 或者喉嚨痛 吞口水或吃東西便會不痛 這跟一般期待相反 這就是Ignatia出現的症狀 另外一個療劑 我們稱為Exerpetita 我們稱為臭沙 Think sand 一種臭沙 它主要的歧斯底里的症狀 出現的是一種球狀的歧斯底里 好像發現胃有個波突然出現了星星上落的喉 通常是過份吃東西或情緒因素 也有時有爆炸性的感覺 好像那種爆炸的感覺 有個喉會爆出來 這就是一種球形的頂著胃的不適 很明顯是沒有球 但它的感覺是一種歧斯底里的感覺 出現這個情況 另外一個療劑是Mostras Mostras是射香 射香重心的症狀是暈 突然之間讓它 contrically暈倒 或是開心 sano 它便立即暈倒在地上 或者會抽牙筋 closing 但主要是常常是暈的 暈之前肌肉会抽缩 或者感觉胸膛好像在收紧 病人可能会面都白青、蓝、口吐白泡 很冷很冷的 重心就是这样 会暈倒 突然间呼不出气 大声叫、哭、笑 大量的小便、稀释的小便 突然间失了知觉 有时会很开心或者很优秀 可能性用方面突然间很强烈地出现了 有了发发癲症的症状 还有一个症状 会发癲地骂人 有很多结枝底骂人 这个有机会是射香 另外一种是 Pratina metallicum 就是白金 我和大家以前也介绍过 白金的人是很娇傲、很娇猛的 一个很性感的、金白白的女性 但她很高高在上是看不起人 她觉得周围的人好像低她一等 或者看到事物好像是小了 自己高了的人 看上去好像是小了 好像很高傲的 这种情况 还有她们会突然间觉得 性器官是非常敏感的 有很多愉快的敏感 差不多发发癲的那种状态 很多时候还喜欢暴露她 所以通常这个疗症 也就是想像一个 金白白金白的性感的女性 很高傲的女性 喜欢暴露自己的肉体 这个就是Pratina metallicum的症状 另外一个疗症 Beladonna 大家都了解 Beladonna是一个癫茄 通常我们想到Beladonna是一种冲血 身体突然之间 它是鼓鼓胀起来 令到情绪都好像血丝底里 脏起来 可能面都红了 很有暴力感 暴力的行为 瞳孔放大 血就冲到头顶 导致一个人好像 瘋的眼光 好像发瘋的一种野兽 这个就是Beladonna 那个瘋茄的症状 另外一只 Pausatella nigricum 就是白头翁 白头翁重要的症状 就是这些症状是转来转去的 他突然之间 可能感觉喉咙好像在抽紧了 令到他说不到话 但是没多久 他变成了另外一种 这种这样的症状 通常 你见到一个人的症状 常常都转来转去 不定型的 还有白头翁的人 很喜欢人陪伴他 安慰他 喜欢人的同情 白头翁的人 白头翁的经期 经量比较少 还有感觉很凉凉 通常出现青春期的少女 白头翁的疗剂 通常可以用在这个时间 好 另外一种 Tarantula hispanica 即是西班牙狼猪 毛猪猪 通常猪猪 你会看到 他们的症状是 狂笑 不受控制地狂笑 猪猪的人 是多动的 身体的四肢可能在这儿震荡 不断地走来走去跳去 这种症状的 包括可能子宫很敏感 脊椎 腰椎很敏感 亦都会出现 一种 白白癫的行为 加上肝确 阴唇觉得很轻易 很痕很痕的 这种 一种 我叫Nymphomanius 一种白癫的症状 最重要的症状是 非常不安 但是 对音乐是特别敏感的 有时发现 这些人一听到音乐 可能会平静下来 不然他就会 不断地动 很多动 头痛 不受控制的大笑 这都是西班牙狼猪的症状 另外一种 Nuxmoshata Nuxmoshata 肉豆扣 肉豆扣 通常的症状都是 变动得很厉害 改变得很快地变 由一个很开心 很忧愁 很开心 突然间就会变得很开心 突然间女孩子就睡了 Nuxmoshata 通常是一种 磕睡症 突然间无缘缘 一声就睡在地下 我们遇到这些磕睡症 不受控制磕睡症 我们会想起这个疗剂 同样的症状 包括 吃了它之后 腹泡脏也很厉害 嘴很干 很干 所以这个就是 Nuxmoshata 重心的症状 突然间睡了 睡了 另外一种 Valerium Valeria officinalis 叫做吉草 这个通常 在草药里面 经常用为一种 安神作用 通常 结草 所谓结草 Valerium 通常人的情绪 多变 很敏震 非常之 非常之 容易激怒 别人都要整天这样 动动 不能停 任何的粗劳 会造成头疼 小小的痛 就可能令到它暈 有种恐惧 震惊 心跳 还有 有种恐惧 心跳 好像 胃 有些密动感 令到它估计有困难 面红 这些都是其中的重心 这些症状 最后一件跟他介绍的就是 Jalcimium Jalcimium supervirus Jalcimium是黄素轻的 通常的 蜕丝底里的症状 通常有些蜕丝底里的喉咙是抽缩 突然之间会觉得 喉咙好像 捏起来 这就是Jalcimium 当时Jalcimium本身的症状 温温顿顿 看上去 头哒哒 眼哒哒 头重重 还有一个症状就是 发现要经常去小便 不停的 不断找厕所去小便 这种可能是旁肝刺激 这就是Jalcimium 黄素轻的 蜕丝底里的行为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 或者认识的人 出现这些很怪的症状 同样的疗法 有几个很好的疗剂 可以相应对处理 帮助这些病人 谢谢袁医生 经袁医生解释了 他在情绪上 出现了一些不尋常的反应 行为 而是自己的状态之下 这些情况 来得很快 应该是家中 一定要备有一些疗剂 才可以方便 真是可以帮助你处理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会 这些会不会是 持续性 可能他们发生了 一会 将来 会不会遇到的情况 还是会 变成一个经常性的行为 这些是很难说的 会不会自己康复呢 这个也不知道 但是你遇到这些情况 你知道 其实在同学疗法的 医术里面 其实也有些疗剂 可以 针对这种 这样的现象 其实才抵抵你的现象 在医学上 可能就是镇定剂 什么都镇定剂 没什么可以做的 经常尿急尿急 可能很紧张 又是这样用真念剂 所以 其实不是的 我们有针对性的 很好的疗剂 可以帮助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有些人很容易暈的 你会发现没有东西的 你念不到他老婆有什么 神经系统 说不到他什么 但他就很容易 突然间暈倒 有时候有些人 譬如像 傑子底里的 那个女颂望 这些是他的性格 这些人是这样的 傑子底里的人 没什么可以再做 他不知道 有时不方便 有些行为 你能够帮得到 是很好的 有时觉得 我头里面好像有个钉在 其实没什么 那你怎样 药子通药 没什么可以做 不知怎样做 其实不是的 在同学疗科 有很有趣的疗剂 可以针对处理这方面的 傑子底里的 不层上的行为 是的 刚才袁姓先生也解释过 在很常见的出现的情况下 在14至20岁的女性上 如果像刚才所说的 有个人常常觉得 那个头有眼睛 但你试过没有 世人如果不知道 不认识到有这个问题 把他说的事情低了 可能就常常说他撞邪了 或者是精神病了 精神病了 精神病了 你想想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这么快被人 认识到有精神病的情况下 他的前途还怎样可以有些 很明朗的情况下 还怎样可以达到 预备健康或生活的 所以经常这么说 同学疗法是所有医疗里面 的疗效最广泛 和最高的 这是印度国父坚地 曾经说过 这种医疗里面 他认识 那么多种医疗 同学疗法的医疗效果 是最广泛的 本年轻人的惯链 也有机会找到好的疗势 所以我们很感谢袁医生 这么多年来不断地在网台上 帮我们分享 同理疗法的经验 知识之下 所以大家应该要把这种机会 学习了听了的时候 手头上要准备了一些疗势 准备不时之需时 就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多谢袁医生今天跟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我们刚才提过的疗势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可有的听众也可以 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